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茶花专家来了一看 大概要内心低血 想死的心都有 段宇来了就各种看不下去 连呼乱整 可是整个山庄里的人却种花种得兴高采烈 好像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乱来 采购部门的每天疯狂采购 种植部门的每天疯狂种植 肥料部门的每天疯狂做肥料 甚至把活人剁成肥料 上上下下干尽十足 拼命搞形式 二 小时候看书到这里 都觉得好笑 觉得曼陀山庄里的人都好蠢 王夫人不懂茶花就算了 庄子里至少有上百人 难道一个懂一点点种花的都没有吗 去书店里买本种花指南都不会吗 CCTV农业频道都不会看吗 致富经了解一下 随便提醒一下老板 不就解决问题了 可到了后来 长大了一点 我才晓得事情根本不是这么简单 曼陀山庄的种花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形式主义 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和人性的问题 试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普通花匠 认真提出来 大家每天种的花都是没用的 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可是微乎起微 就算上级采纳了你的建议 大家胡种乱种少了 或许能减少一点工作量 但能减少多少 还真不好说 太虚无缥缈 况且胡干乱干的工作量少了 精干实干的工作量就会多了 反正都是996 能让你闲着 干什么不是干 行事主义之风一旦杀下来了 考核说不定就要更细致了 要求说不定就更严格了 更不好应付了 对一个基层工作人员有什么好处 三 好处不明显 坏处却明显得很 首先就是得罪人 首先就是侮辱了王妇人的智商 本来整个曼陀山庄只有一个茶花专家 就是王妇人 现在你这样一揭发 等于是说王妇人根本不懂茶花 而且很好哄 大家都乱种茶花哄你 其次 这不但侮辱了王妇人的智商 也侮辱了所有人的智商 大家一听 啊哈 我们山庄还出了个神农事了 原来这么多年 我们都不懂茶花 就你懂 我们都在胡种 乱种 就你真种 惠种 你怎么不死去 第三 还有一点 除但侮辱了大家的智商 还可能损害了大家的切实利益 行事主义 往往是附着了大量看不见的利益的 时间越长 利益就越牢固 比如买花 王妇人常年累月用大价限买劣质茶花 把不入流的落地秀才当成高级的十八学士 十三太宝买来 当冤大头 这里面一切经手的人有多大的利益 还有花肥 还有专门搞的吹风机 紫外灯 营养业 这里面有多少利益 你跳出来说这些东西都没用 你死不死 四 说到这里 再谈一点更深层的东西 就是行事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总有一种很表面的印象 就是认为下级总是讨厌行事主义的 是深恶痛绝的 只不过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 不得不然 比如曼陀山庄的中层 下层 还有底层的花匠 婢女 都应该是讨厌糊重 乱种茶花的 可人家真是这样想的吗 未必 这搞不好是一种错觉 要知道 行事主义的本质 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逐级的忠诚检查 我向下布置了一个任务 比如种茶花 这个任务很难 很没谱 甚至我明知道它很傻缺 没啥实际作用 它就是个行事 可是就问你干不干 如果你干 说明你对我忠诚 反过来说 行事主义也是一种 下级对上级的逐级的忠诚输送 夫人你看 你布置的任务这么没谱 这么没溜 咱们都心知肚明 它没啥作用 但我还是全力以赴 兴高采烈给你干了 干得跟真的一样 你看我对你多忠诚 行事主义是一场忠诚度的传销 上线传给下线 下线再传给下下线 一层层传下去 逐级做忠诚测试 茶花到底种成什么样 并不重要 五 所以行事主义对于中层 下层来说 有时候反而是个好东西 它是一个捷径 是向上表达忠心的捷径 也是证明自己工作能力的捷径 正儿八经想把茶花种好 多难呢 可是我挂个横幅 一定要把茶花种好 就容易的多了 对不对 又或者买它几千几万盆茶花 胡乱种的漫山垫野 都是 也不管能不能活 王夫人让晒太阳我就猛晒 王夫人让多施肥我就猛施 让夫人来了一看 觉得非常满意 不就好了 用这么简单的方式 就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也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有什么不好呢 何况大家要想明白一点 满陀山庄里 所有人应付王夫人 固然是搞形式主义 但其实王夫人自己也是在巷上搞形式主义 她种那么多茶花 是给自己看的 拿茶花当饭吃啊 当然不是 那都是给段正纯看的 段正纯关心她茶花种的好不好 品种忧不忧 屁脸 王夫人只是要表明 段郎你看我一直爱着你 只要段正纯百忙之中 想到这一点 心里微微一感动 王夫人的茶花就算没百种 如果段正纯再想多一点 阿罗对我不错啊 好久不见了 去看看她吧 王夫人就赢了 所以回到那句话 说到底还是表忠心 只有段宇这种二字 傻不拉急跑过去说 哎呀呀 你们种的都不对 结果被王夫人命令拖下去 多了当花肥 这就悲催了 你以为你有技术 其实你就是拖肥料